今天趙少康他也評論 他說各國疫情其實趨緩 各位你知道嗎 在歐洲國家 很多國家已經開放了 在新加坡 在韓國 他們已經開始過著 像原本一樣的生活 我們現在才開始擔心 我是不是隨時可能會確診 我如果去外面吃飯 我是不是會確診 大家現在還在這種擔心 他評論說 因為蔡政府自我感覺良好 沒有未雨綢繆 現在王二賢理事長還在線上 我們就直接幫大家來問一句 我知道 接下來你知道嗎 我們可能會在直線上升確診人數 王二賢理事長在這邊 我們現在的政策 已經如此的混亂了 我希望我們真的很希望 有專家可以告訴我們 如果說我今天快篩陽 我到底該怎麼做 我到底要怎麼做才好 還是說我現在有沒有 我要準備自己準備藥嗎 還是怎麼樣 我要開始囤泡麵了嗎 這個你快篩一旦陽性了以後 這個陽性的話 是台灣政府沒有給他做 一個法定的定位 快篩就等於PCR的意思 就等於確診了 那確診的時候 只要現在我們國家的政策 大概基本上都是做在居家隔離 那你自己在家裡面待著就好了 你要期望說是這個政府去通知你 他給你藥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說你要做好的就是 自我重症的監控 我們這個重症人 你不要在家裡面備那麼多藥 那是沒有用的 因為那些藥都是對症 都是對症治療的藥 都是對症治療的藥 他真正能夠對你有效的藥 他不會給你的 所以你背也背不到 你想背也背不到 那你背那些藥 基本上用物理的療法 比如說你這個 普達成你背不到 沒關係 普達成不背不到的話 我們用物理的退溫 一樣可以做得到 所以不要 急急營營去搞那個東西 其實整個居家隔離裡面 最重要的一項東西 就是你的重症監測 你只要一直輕症都沒有事情 一變成重症就有問題 就要立刻去找醫生 那個不管你醫院要不要你 你都得去 擠破頭去找他 這個才是我們自己自保的方法 那這個東西的話 就是血氧監測器的 血氧監測器只要到了94以下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認為自己有問題了 這個就趕快 這個是進入要有問題的時候 你這個時候去吃藥 這個時候去醫療 都是最恰當的時機 所以說我建議說如果你去 你自己確診陽性的時候 你也不要尋求醫療 尋求公共衛生 去給你做什麼幫忙 因為他們都忙死了 忙著沒機會理你了 你自己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們最重要是要看血氧 那如果家裡沒有血氧機怎麼辦 現在血氧機也缺貨 這個就買 這個一定要備的 你確診的人一定要備這個東西的 血氧血氧機這個很簡單的 你那個訂不貴的 那這不要每個人都去備 每個人都去備又不夠了 一定要有確診也有在備 或者家裡邊有人確診也在備 這樣才是對的 對 趕快還是要跟親戚朋友 或者周圍鄰居聯繫 有的話先調一下 對 有的話請 所以這個時候我覺得 大家真的不要提氣 你那個敦親木鈴還是要做 對 尤其這種時候 還是要稍微知道你的鄰居是誰 怎麼樣 大家有機會 因為像這個血氧機 現在不是說很貴 是真的已經買不到了 對 因為大家現在都知道 這麼嚴重的 我家裡一定要備血氧機 我之前還好我媽媽家有 因為我要去買的時候 我跑了好幾家已經都沒貨了 而且重點來了 就如果你今天是確診了 你家裡沒有血氧機 你說現在要走出門去跟人家借 你能走出去嗎 我跟你說 你留在上面說你是居家隔離 你能走出去 你走出去然後按你鄰居的門 說對不起 我來借一下血氧機 你鄰居敢開門嗎 那我賴他 我剛才說我在處理一個案子 就是同樣的案子 就是這個個人獨居在家中 現在已經很不舒服了 然後我問他說你有沒有血氧機 他說我沒有血氧機 我說那你有沒有Apple Watch 只好用Apple Watch 可能還可以查 量一下 他說我沒有 我只有三星 三星又沒有這個功能 我最後一直在發解訊跟他講說 你就趕快現在就打119了 你有兇悶了 你現在有意識不清了 不用再等了 你就直接打119 你還要等什麼 想盡各種辦法去急診室 就像剛才王仁賢理事長講的 可是我們現在很氣的是 為什麼我們台灣號稱 現在二十年來經濟最好的時刻 我們股市飆到了一萬五千點 一萬六千點 一萬七千點 我們現在台灣人民 想買個血氧機還買不到 這到底又是怎麼一回事 缺血氧機從去年五月就缺了 我們足足有一年的時間 讓台灣人民補足血氧機 為什麼不補 這一年來 我們難道沒有辦法生產 足夠的血氧機 讓台灣人民來購買嗎 現在這個時刻 你告訴大家說 我要血氧才是最重要的監測 這個方式 大家當然都了解 可是誰家有血氧機 真正有血氧機的 比如說家中可能有長輩的 以前有備好的 或者是被去年的 第一波本土疫情嚇一跳的 有去買了 或者像永平說的 媽媽家裡頭有 所以OK 可是有很多人是沒有的 這個問題該怎麼解決 所以我覺得很可憐 台灣人你知道嗎 要快篩自己去排隊 然後呢 告訴你自己照顧自己 然後現在呢 防疫我還不能靠國家 我還不要去麻煩急診 不要麻煩一輪人員 請各位外出靠朋友 這是我們現在的台灣的防疫 這裡幫你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還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第酸水 與病毒細菌作用打架完之後 就變成了水 溫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更環保 適合長時間多次平凡的使用 請趕快上快點購 買的時候記得輸入我的 推薦代碼就有折扣喔